一只剑斩派出2600万高价 这张照片刷爆了三年前的朋友圈 照片里的主人公名叫李希妹 2016年日本东京电视台剑宝节目 宣传发现了世界第四只药片天幕 并把它当作国宝天下拍卖 之而这只是李希妹二十多年前的 仿古试验作品 当年她只败八十人 这件事瞬间在周日两国引起了轰动 而在2017年 李希妹的代表作万山可染 更是派出了2600万元的高价 右面斑纹山软几幅云海涌动 犹如一幅绝美的水墨画卷 李希妹自己都说 这个展可遇不可求 再也烧不出第二个 李希妹1955年 生于宋代剑阳发源地 福建剑阳后景村 1987年她开始进入剑斩行业 从此她生根行业三十年 几百本笔记 一万多个日日宴夜 十几万次的烧制试验 降薪造物 只为复原遗落千年的国宝 重现宋代引力在剑斩里的辉煌 而在1993年历经七年的研究 她成功烧制出了剑阳的名贵品种 有第一 成功让市传了几百年的国之归宝 充换光彩在线人间 为她点赞